先把V解決 再把C解決 再把M 其實已經有了 所以M的話應該就可以暫時 反正就放對地方就對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怎麼樣 設計出這個這個表單 那首先的話這個表單 我把這個過程稍微講一下 首先的話呢 大概表單裡面 我要新增一個表單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呢 制定表單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設計出 剛剛看到那個表單 那你可以看到 主要是利用這個工具箱 把它放進來 相關的這個元件 那我們怎麼去設計呢 通常我會 由外 到內 由上到下 由左而右 就做完了 大概概念是這樣 所以由外 外的話就是這個表單 那表單的話第一個 你需要給它一個名稱 它預設是User Phone 1 不過我的習慣會改 比如說我都習慣改跟Home好了 反正就Home Home就是主表單 OK Enter一下 所以以後你要把它叫出來 就Home.show就可以了 就是給它一個程序 然後叫Home.show show就是方法 它就跳出來 所以你將來給一個按鈕 按下去 表單就跳出來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上面這個 Caption User Phone 1 怪怪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 比如說你把它改成 會員 系統之類的 隨便給它一個名稱 假設這個是一個 手機的那個 會員資料的話 那你就給一個 叫做 在這邊 記得喔 在這個屬性 叫做Caption 你把它delete掉就空了 那你把它打一下 這邊的話打 比如說 會員系統之類的 假設我們這邊是一個 會員系統 OK Enter過 有沒有 會員系統就上來了 所以其實改兩個屬性就好了 一個叫Name 一個叫Caption 好 外部就OK了 再來的話 要放什麼 放幾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idea的話 請你怎麼樣 切到哪裡呢 切到你的這個上面就知道了 編號 不用 自動產生 因為如果你要讓使用者填編號 他會覺得怪怪的 編號 我怎麼知道現在編到第幾號嘛 所以通常編號會自動產生 那需要的大概就是 這三個 這個也是自動產生 這三 所以總共有幾個呢 有六個東西 那你可以怎樣 乾脆把這六個 我的習慣是這樣 把它Ctrl C 然後呢 找一個地方可以貼 通常我習慣會貼到那個 記事本裡面好了 反正先貼上 那等一下怎樣 用複製貼上 不然你要自己打 比較浪費時間 所以 第一個 先把這些 六個 需要的那個 欄位先產生 再來第二個的話 就是再切回到Visual Basic 那就分別什麼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那前面是一個標籤 所以怎麼拉標籤呢 A有沒有看到 控制箱 控制箱有沒有 工具箱 但有些同學可能不見了 沒關係 檢視 有沒有看到工具箱 有吧 工具箱 你把它點下去 先拉一個姓名 對不對 那姓名怎麼改 很簡單嘛 Name又要改 Name不用改 因為這個標籤 將來在 城市控制的時候 它只是外表 外觀而已 告訴使用者說 這邊是填姓名 所以不需要更改 Name 那需要更改什麼 更改它的這個 Caption 所以Caption裡面 改成什麼 改成姓名兩個字 所以把姓名 放在這邊 Caption OK Enter一下 不過有個問題 字為什麼會這麼小呢 所以字要放大 字怎麼放大呢 其實很簡單嘛 其實各位往下捲就可以找得到了 有沒有 Fone這個有個屬性叫Fone 然後你把旁邊這邊有個小小的按鈕按下去 請你把它改成大概14左右吧 9號太小了 預設9號怎麼這麼小 OK按確定 然後呢 大小它來調一下 這個應該沒問題 跟那個Photoshop好像很像 然後再來怎麼樣 顏色 覺得顏色好像 好像不是很漂亮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 所以顏色怎麼改 前景顏色 叫Fore Color 改一下顏色 調色盤 改個 看各位喜歡 改個藍色好了 OK 反正換個顏色 那做完之後的話 其他的那個 還有幾個 其他五個 那當然你就要重複再做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可是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在做 可能太浪費時間 我的想法